OK 那我現在開始來錄這個PHP的開發環境的建立 那我們先下載這個MAMP這個程式 好 我現在用的是蘋果系統 我用這個 那像如果你是Intel CPU啊 2017 2018 2019 Intel CPU 就用這個 那如果你是這個M1系統的晶片 那就用這個 剛好我之前是用M1所以我現在改一下 好 現在要下載 跑一下 9點慢喔 好 讓它慢慢跑 下載速度有點慢 我們就先等一下吧 好 已經暫停 OK 那下載完了我們看一下 下載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點開始程式執行 安裝 繼續同意 安裝 然後密碼 好 讓它存取所有的權限 就是資料夾的權限 好 好 然後再來去執行看看吧 這裡 MAMP 不要按ProPro是付費版 我們點一下 然後按Start OK 我們實行完這個程式按這個 Stop Start 它就會出現 啟動這個頁面 Loghost的頁面 它有寫說 你必須要刪除裡面這個東西 就是index.php 所以我把index.php找到 我們找一下 index.ph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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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在這裡 那我們再刷新一下 OK啦 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 我剛才有先預放一個 WP在裡面 我們看一下 它就開始執行 可是這時候有一個動作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要先 啟動這個 我看一下 php admin 我們先看一下 喔 資料庫已經啟動了 已經有建立了 所以我們這膠庫名稱記得 OK 然後再回到剛才 那一頁 Loghost這裡 好 我們這空白的 Wordpress 點一下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在 我們自己的電腦主機 建立一個 可以開發 PHP的環境 所以才需要這個 MMP這個程式 它可以幫我們 幫我們模擬環境 然後我用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怎麼那麼多版本 英文 英文怎麼那麼多版本啊 OK啦 按Continue 繼續指定 它會跑程式 我們稍微等一下 我先在開一個 呃 開資料庫 唉唷 到這裡 PHP 買命 好 先打開 他還在跑 他還在跑 真的常常講不會那麼久啊 太離譜了 所以你看資料庫裡面總共有12345 這些都是系統預設的 只有這個WP是我剛才新增的 太久了 我再 我再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open card 東西 阿凡達的 阿凡達的 因為它資料庫已經不見 所以不用再 因為我們剛才講 裡面 它沒有對應的資料庫 所以自然而然沒辦法啟動 啟動 沒有對應的資料庫 這怎麼那麼慢啊 再刷新看看 好 好 這時候可以看一下 好 這時候需要五個東西 第一個 database name 資料庫的名稱 username password host 就已經裡面有了 然後錶頭的一些資訊 然後dataname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這個 這個 wp 我之前命名的 這個這塊 好 跟資料假名稱不一樣 username 預設值都root rot rot 然後這些預設值給它就好了 submit 然後可以開始跑了 測試環境用 測試 php 環境用 tx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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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測試而已啦 確認用 弱 弱密碼 email 就自己t 吧 先不要先不要先搜尋 先不要先搜尋 先搜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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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開始安裝 不要 OK 這時候就完成了 那我們打入 tx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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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廣義來說 Wordpress其實也是一個套裝模組程式 所以這樣就完成這個 localhost的建立 用 這個 MMMP 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去 先去購買虛擬主機 當然 虛擬主機可能比較方便啦 因為這本階段開發 還是會有很多問題 有些像你需要聯網的一些程式啊 boss trade啊 還有是什麼 cdn之類的 boss trade 那以前我就分聊到這邊 基本上搬 usually 我還是進入了 。 的 暴描 但是 與感陽都炸我 以為 高 的